大家好,我是周一劳 最近有很多粉丝问我 他说一些没有症状的胆囊解石 或者很小的胆结石 同时胆结石画起来又特别慢 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种待茶饮 让他们可以长期的不用段时间 对于解石画牌有很好的疗效 什么样的胆囊解石 可以采用待茶饮的治疗方式 第一种就是解石 脚少脚小 治也行 不治也行 没有明显的临腸症状 而且你又特别担心 在改变生活习惯的前提下 可以采用待茶饮 调整肝胆的功能 提高胆囊的收集和排泄胆汁的能力 使解石能够快速的化掉排出去 第二个 某一种解石 你像我们说的胆色素解石比较硬 我们吃了一段中药以后 画的不符合自己要求的速度 吃的时间过长以后 对于这种汤药喝起来 又特别的抵制 这时候我们可以采用待茶饮 还有一种胆囊解石画牌以后 或者采用了手术切胆的治疗 我们偶尔的可以采用待茶饮的方式来防止解石的复发 所以今天给大家出一个待茶饮的方案 我们采用柴湖配鱼筋 梳干解鱼还能够力胆 礼气 第二个 阴沉和金钱草 阴沉清热力胆 金钱草解毒化石排斥 第三个 生的肌内筋和虎杖的配物 我们用生肌内筋通令化石 而用虎杖输干活血力胆 如果我们感觉口感不好 适当的加一点生山渣 生山渣既能降脂又能化痰 又能消食又能活血 由于其酸甜的特性 还能改变我们太茶饮的口感 所以以上七味药 我们可以多煮一煮 那么我们既能够对于解食的预防 或者解食的治疗 有一定的帮助 同时也被动性的多喝一点水 来改善我们体内的内环境 使鲜沉代谢得以很好的帮助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的观看